1992年某一天 成龙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 俏皮的丸子头 蓝色超短裙 烈焰红唇配白色皮靴 肌肉感十足的成龙 就这样被王晶打造成了女装大佬 此时两人正在合作拍摄电影《城市猎人》 虽说成龙之前也穿过不少女装 但这副模样还是让他难以接受 太辣眼睛了 这以后让他怎么混呢 影迷怎么看 观众怎么看 电影借的千千万万个同行又怎么看呢 成龙心里白转千回 可电影已经拍到一半了 成龙现在退出 所有人的努力都要前功尽弃 没办法 成龙只好一忍再忍 他扭扭捏捏地走出化妆间 剧组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成龙都惊呆了 只有导演王晶非常满意 他要求成龙放下自我 尽情展现女人的妩媚和风情 随着一声开始 成龙也摆出了小拳拳吹胸口的娇秀动作 但天有不色风云 只听呲啦一声 成龙的肌肉再也绷不住了 衣服从后背开裂 成龙脸色铁青 王晶连连摇头 看来一般的布料还包裹不住成龙 很多年之后 王晶参加外国访谈 主持人让他评价成龙 王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他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或许就是王晶与成龙再无合作的原因吧 看同一部电影解析不一样的幕后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幕后物语 今天跟大家聊聊电影《城市猎人》的幕后故事 成龙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在20周年前的辣眼造型 会成为当下火爆网络的表情包 相信很多80后和90后 对这个造型再熟悉不过了 当年 切坝游戏风靡全国 春丽这个人物形象被成龙高度地还原 王晶脑洞大开 让成龙一出场就成为点睛之笔 有人把这段戏誉为成龙的电影名场面 可当年成龙在拍戏时 却差点跟王晶翻脸了 1992年这某一天 香港老演王晶接到电话 对方是佳和电影公司 他们买下了日本漫画《城市猎人》的翻拍版权 还想让王晶亲自指导 最初王晶是拒绝的 他与周星驰刚合作完电影《鹿顶记》 市场反应良好 王晶正打算抽拍《鹿顶记》的第二部 但王晶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导演 他一听说电影主角是成龙 就马上答应下来 当时成龙凭借多部作品 已经成了观众心里的孤单英雄 可王晶偏要来点不一样的 他要让成龙颠覆英雄形象 在电影里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成龙不赞同王晶这种想法 一个是金牌导演 一个是当红明星 两个人表面合作愉快 私下里却在口吐芬芳 尤其是当王晶提出 让成龙在电影里将点混段子 或者说点脏话的时候 成龙直接就绷不住了 他不留情面 一口回绝 成龙电影一直都是全球发行 观众里有很多都是微成年 这些内容不仅有损成龙形象 而且还教坏小朋友 成龙说的义正言辞 王晶哑口无言 只好在心里记上了一笔 后来王晶伙同另外两个 被成龙得罪过的导演 共同拍摄的电影《舒胆龙威》 熟悉的观众一下子都能看出 这部电影是在讽刺成龙拍戏 用替身的事 不仅如此 王晶还通过人物造型 神还原了成龙身边的人 有趣的是 王晶本想通过电影出口恶气 顺便在恶心恶心成龙 结果《舒胆威龙》上映之后 票房大卖 甚至还卖到了海外市场 成龙不仅被恶心到了 还被王晶折腾得够呛 他连忙召开新闻发布会 承认了自己在拍戏时 某些场景会运用替身完成 但更多危险镜头 都是他亲自完成 其实影迷也很理解成龙这个做法 毕竟他不是超人 就算用了替身 成龙的敬业还是很值得佩服的 这场乌龙闹到最后不了了之 而王晶与成龙也再无合作 但美国演员盖瑞丹尼尔斯 却因为城市猎人 圆了自己的追星猛 1992年的某一天 美国著名动作影星 盖瑞丹尼尔斯正在片场拍戏 结果却突然接到了加和公司电话 加和请得跟成龙合作 拍摄城市猎人 盖瑞的角色是片中的最大反派 听到这个消息 盖瑞头也不回离开了片场 他要去香港 圆了自己的追星猛 盖瑞是成龙的影迷 年少时还给加和写过很多信 推荐自己 结果盖瑞终于实现了梦想 却被惊艳的香港恋人折腾的 怀疑人生 王晶要求盖瑞一个动作拍摄几十次 盖瑞不明白自己哪儿不好 王晶的回答很反而散 你很好 成龙一个动作拍过一百遍 香港电影人的敬业 让盖瑞深深折服 回到美国之后 他对电影事业也更加敬业了 1992年 成龙拍摄《城市猎人意外受伤》 剧组停工过一段时间 电影直到1993年才正式上映 在这期间 王晶还抽空拍摄了《鹿领机》的第二部 《城市猎人》全球票房超过3000万美金 两部《鹿领机》 在台湾一个地区的票房总收入高达2亿 王晶再次成为商业片的荣耀王者 成龙和周星驰也在各自领域里发光发亮 如今《城市猎人》已经过去了28年 但片中的奇思妙想 就算放到现在也不会过时 尤其是那段脑洞大开 让成龙靠死游戏人物的对决片段 更是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要走 或许王晶和成龙再也不会合作了 但《城市猎人》永远都是80后和90后的 共同回忆 你更喜欢王晶还是成龙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小伙伴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精彩幕后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